对 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我们刚刚呢 聊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但是因为想要讲的东西太多 我们还来不及讲完 你刚刚讲到说 大刚刚讲到说 像明珠 明珠是什么样 他给你了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 跟这些有趣的人在一起之后 你日记月累下来之后 我们自己仿佛 也自己觉得自己会很有趣 像上一次 上一集 上个礼拜也听到明珠 一个访问 他提到一个李大哥 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运动 运动给你带来什么快乐 他说 他不是讲说 他援引李大哥的说法是说 运动能够让我们健康的老化 对 所以说老化是每个人必经的一个过程 你也 你迟早 你还是会到达老化的地方 但是说我们希望能更健康一点 所以其实你会鼓吹 虽然你自己做到天天跑 但是我觉得 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所谓的非常困难是说 我不晓得大纲 你知不知道 也有另外一个叫 新竹 新竹阿信 他其实也有在follow这个天天跑 然后他的部落格上面就说 好 这是continue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可是他曾经有过第一组 好像到两百多天的时候 然后脚受伤 还是哪里受伤 他就中断了 那中断之后 他又再重来 那又再重来 可能又到一百多天了 然后最近的这一次 他好像是因为工作上面 就太忙碌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说 我觉得天天跑真的很难 可是你刚才也讲到一个重点 不一定天天跑 就算真的不能跑 可是要天天运动 对不对 对天天运动 而且我觉得这个运动的形式 并不是这么严肃的一个定义 那也许是说我们去逛街 践行 散步 对 我觉得那个也能够达到一个运动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就一个 这样所谓一个天天运动的一个mindset 很有趣 就是说你当你 我们讲过了 那个村上春树那本书 就是关于跑步那本书 他不是讲吗 任何一只刮胡刀 都有他的哲学在 是不是 他讲他是援引毛母的说法 他是说 这个事情 这个行为不管是多么无聊 但是你天天做之后 他总是会有一个 产生一个自我关照的一个东西 那当我们就是说 天天运动的时候 那事实上你会觉得说 他已经会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 我讲是说一个 一个关照 或者哲学的一个层次 当进入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说 我们摆脱一种 形体上的一个束缚 我们不会去在意成绩 在意时间的快慢 反而是觉得说 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气氛 我很享受跟人家跑步的一个感觉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 即使是说真的没有任何一个 突然突如其来的事情 然后会打断你的这种连跑的 这个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还是觉得这很困难 我觉得很有趣 当我就是这样跑 这样子跑了900多天之后 我发现很有趣就是说 我在行为上也有做蛮大的改变 像说我们之前去 好比说哪个风景区 那个停车位老是要针对最前面的停车位 可是我发现是说 我这样子有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之后 我觉得那个停车位 对我来讲并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反而把车停到 我还故意把车停到大老板的地方 我懂这种感觉 再跑进来 那当然 当然小孩子啊 或是太太可以先把他救进 可以把他放在门口 把他放下来 跑步 那以天天跑步来讲的话 事实上 我刚才讲过了 事实上他的门槛并不是这么高 每天只要跑一麦 换算成K的话 还不到2K 对 那就即使是以2K来计算好了 我们每一天走路 也超过 也是超过 那走路算吗 走路我觉得 以那个美国 你看我这人斤斤计较 以美国联跑协会里面 他倒是 我从他第一个次看到 最后一次 他倒是没有讲说 可不可以走路 他只是说他不限速度 那这个是会有个模糊的空间 会有个模糊空间 那我如果跑到极慢的 极慢的速度 事实上不跟走路一样吗 但是我觉得这是给 给所有坚持 这种信仰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很好 你这样讲 就让我觉得 我这样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知道你有讲过说 你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 我想起来你的改变说 你随时随地 你的摩托车里面 一定会放一双跑鞋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马上说着 然后大刚就拿出 这是什么 他马上放着跑鞋 然后马上放着衣服 他现在已经拿出了一件 一件最新 这是最新的18件三的衣服吗 这个是我们今年才做18件三的队服 白色的背心 然后绿色的箱子 然后大刚就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 都是你一年跑步的里程数 超过你开车的里程数 对 我跟他讲过了 这种天天保步 那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 自己跟工作要顾 所以说他的一个进度门槛 实际上是很低的 就是每天你可能跑不到2K 那不限速度吗 我没有想说走或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至少是不限速度 对啊 那这样我做到了 不限速度 然后 你这样子一路跑下来 一路跑下来 一路跑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累积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里程 对 其实刚刚大刚讲了一个 让我觉得很妙的地方 我觉得我就是受到他 受到你影响你知道吗 今天我一定要讲 我们录音的这一天 是1月18号的这一天 就因为天气 这个也要老天爷配合了 今天没有太阳 也没有下雨 然后大刚告诉我说 你要从火车站慢慢走过来 那我就第一次兴起的 让我从我家里头 决定跑步来录音室 所以我已经算过了 我这样子跑一趟过来 我就已经三点多K了 这样我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门槛呢 绝对达到这个门槛了 你刚才这样子一路跑过来之后 晚上能不能够跑 事实上也不重要了 因为你今天已经达到今天的日课了 然后你像跑步的一个门槛 像我所知道 你像我的 以我自己来讲 我的一个 我一年的 像我去年的里程是5000K 507K 那今年大概也是5000上下 那前年跟大前年大概也都4000多左右 所以说你会发现是说 我说我觉得这个 像你这样跑之后 你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你 我们这个价值的一个追求 有时候我想说 跑马拉松 去跑一个正式马拉松会很重要吗 对我想问大刚 就是你是不是赛事也参加的很少了 是不是这样 还是我知道你有写过一篇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 那个东西叫做什么 就是说你曾经有一场 应该是兆风 然后还有花东重骨 然后你说你有认真跑 然后认真跑 你就会长什么 嘴炮 那就是一个印记是不是 那个是一个光荣的印记 对光荣的印记 对所以你是不是在天天跑 跟你参加比赛中间 你有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上面的那种 那种取舍跟平衡 或者是你怎么去安排你自己的这种跑步跟赛事中间 我事实上 我想了 我们 我就举我个人为例 我对于赛事的事实上参与度并不是很高 那以我像我这个 我桌上摆的这一本 这一本 这一本那个 我这个 你的晚跑证书 第一场的马拉松是在西元2000年 那也蛮久了 在黎山马拉松 你怎么会 你是挑那么硬的场子 这个是我的出马 成绩是336 那这一场很有趣 这个让我回忆到说 我为什么会有这场出马 336成绩很好 然后黎山又很难跑 我这一场 因为那一场的时候 整车的 我们18-3整车的一个 整车的跑友 事实上大部分是跑黎山的15k 黎山15k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 在车上在发号码牌的时候 我不晓得是 我依稀记得是宅狗还是哪一位队长 发号码牌 发号码牌给我的时候 一发到号码我吓了一跳 是一个42k的号码牌 你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说在那一天之前 我根本就不晓得自己会跑42k 等一下 那是你拿别人的号码牌 是你自己的号码牌 那个是我自己的号码牌 那你不知道你报42k 那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我报42k 所以说我是 我是 人已经到了黎山之后 才知道自己要跑42k 所以在那之前 你完全没跑过这样的距离 对啊 那所以说头已经剃了一半了 那怎么办 头已经洗了 所以还是自己跑下去 所以说这张出马很有趣 对 就是很 自己很莫名其妙 就完成了一个出马 那为什么还会跑那么好 这就是18肩上 练出来的功力 对不对 这个我想 所以说 听众跑友们 出马的时候 绝对不要跑太快 你看我这个出马 出马第一个码就336 结果我花了七年 才去破这336的成绩 对 像我们这种要慢慢来 然后一次一次 进步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 但是你的出马之前 你就已经开始 在18肩上跑步了 对 那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种平常 因为我觉得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站在 我自己是一个 我虽然没有跑了很多 我都常说 可是我还蛮会观察的 我觉得你为什么 会跑那么好的原因 这就是代表 你把跑步当成 你天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后还有 你就是天天跑山路 所以那个功力 就已经完全 所以18肩上 是一个会让人家 那个功力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没有啦 我功力 功力还谈不上 那最主要是说 会跟了不少人 包括我们这个几个 18肩上 几个灵魂人物 跟了不少 技术上 跑步的技术上 是另外一回事 那至少是说 在一个跑步过程当中 跟自己相处 相处的 跑步过程中 跟自己相处的 一个想法 那个才 对我的歧视 才是可以更重的 可是我有一点 我们比较好奇的地方 是说 大刚你说 你已经不在乎速度 我不知道 其实在我来看 我觉得你们的速度 其实是蛮快的 那你是说 你也不在乎 你不是以追求成绩 然后你对赛事 其实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刚刚 节目一开始 我问大刚说 为什么叫大刚 大刚其实没有讲出 我不晓得算不算关键 因为还有一个 在跑场上面 有夫妻党 然后有什么党 现在 然后有一对 非常有名的兄弟党 叫大刚跟小刚 大刚有个弟弟 叫小刚 那小刚跟大刚 走的路线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小刚就是那种 高手 他是竞速型的 他是三小时 那你们两个兄弟 好像都热爱跑步 可是你们两个 追求的东西 不一样是不是 对 那个小刚 小刚是我的弟弟 对 那 他在 他在 我们跑步的朋友之间 比我 就是说 大家对他的熟悉度 比我更 更好 那之前 他 有一个部落格 在无名小站 有个部落格 叫做 恒铁成钢 恋铁成钢 是恋铁成钢 对 是恋铁成钢 那我常常 毕常跟我讲说 那个钢 就是小钢 我是铁 大钢就是铁的部分 还没有恋成钢的部分 那 我讲到说 我想讲就是说 为什么是 我 我这个 我这时候就想到 小吴跟我讲的一个 昨天才跟我讲的一个 一个现象 他说啊 南美 南美洲的一个 波罗 波利维亚跟秘鲁的交界 地方有个 有个湖 叫做迪迪克克湖 那个 那个是在 安提斯山脉 安提斯山脉上面 它的高度很高 海拔是3000 湖面的海拔 高度大概是 3800公尺左右 台湾的四分之一大 为什么 为什么提到这个湖 它是说 它是全世界 所有生物学家认为里面 就是说 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一个湖 就生态很棒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它有一种 它是一种 雕类的鱼 长得有点像 无锅鱼 它光这样一个 无锅鱼 它竟然可以进化 演化成有200多种 亚种 就是刺亚种 你是说 无锅鱼有200多种 200多种 有些跟颜色不一样 然后形体大小 也不一样 习性也不一样 但是 它的源头 就是那种 鱼鱼 还是就是一种鱼 所以说 跑者的身份 只有一种 其实就是runner 对 就是runner 但是它的一个兴趣 它的一个路线 它的距离 可以演化中 不同的一个层数 它不同的一个变化 像小刚就是说 他也认为 他私底下也认为说 反正跑马拉松 大概也跑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你再怎么厉害 因为他已经破三了 不是 再怎么厉害 能够赢 能够赢 赢吴文谦 吴占夫 吴天王吗 不可能吗 都是吴 吴文谦 吴占夫 吴勇发 对不对 三吴 对 那他就是说 我觉得说 这个也是一个 人因应 就是因应环境的一个 就是说 找到一个 自己最适合的一个距离 跟你的跑道 那像小刚 我也很高兴 他能够在三铁的 尤其是超铁 超铁 超铁这一块领域里面 找到他的一个跑道 那他也表现的 他也做得很好 所以小刚他现在 你们会一起练习吗 他也不去十八间山 对不对 他也会去 可是他不是 五跑班成员 他很认真 他是很认真的成员 就是说 我讲过了 像我 像我并不是追求 这么速度的人 所以说我是比较 easy run 那像小刚 就是属于比较竞速的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讲说 会贴很多膏药 今天会去 今天会去 今天会跑什么 法特雷克 明天会tempo 后天会去建些门槛 就会有很多 很多膏药贴在自己身上 他有很多的招数 然后什么 好像奇门遁甲 一样各式各样的 课程都要 那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 不同 不同 不同跑道的追求 那无论如何 认真 我讲过了 像宅狗也讲说 人过了四十岁以后 人生还有这么多胜负吗 没有了吗 对 对那 其实跑步这件事情 其实说穿了 不管你是跑 当然了 只要这样子讲 跑短距离的 可能有一点 其实你跑了马拉松 或者是你超级马拉松 那个真的就是 在跟自己而已 对不对 你不是在跟别人 对 人过了四十岁之后 更要扬弃这种胜负的一个 胜负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 五千公尺再怎么厉害 也只有五天王一个 或者说有几个少数人 我们这辈子不可能去跟他 对 在这辈子不可能有那种速度的 但是说 我有一个我们可以跟他一样的 就是认真 所以说他认为是说 第一名永远 在跑道上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 但是认真可以同时好几个 那在宅狗的一个观念里面 就是说 我们在做什么时候 就要认真以赴 我们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你看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待会儿再来进行 我们的最后一段